这波实际抓得非常的到位了 因为RSG的几名成员 站位是非常分散的 打倒了两个人 还剩下一个YZ 但是居民这个点被打倒了 再来看一下近点这一波 帕着波海先行补掉了一个 从高点拉下来的拳 还剩下一个YZ 想要坐上蹦蹦走慢 没有办法 最后NV腾 把童家宝战队是架在了中间的位置 导致童家宝战队被两个站队瓜分了 现在中间的那个战队没有了 那么两边的战队要率先开战了 这确实是打过架呀 投掷物带火一点都不少 两个人上了一辆蹦蹦 但是司机被先行打下来 旁边还有一个木漆 在一个隐藏的点位 这一波又是打出了一个自己的气势 进一步的削弱 这棵树很关键 只不过Oder在被放倒之后 木漆穿了出来 Para Boy挺在了最后 还是那个男人的 最终是挺住男 六将还在爬 六将爬了五十米 一颗手雷 补一个 同时炸倒了居民 那么就只剩下了那个男人 Para Boy 到底能不能顶住这一点 前两波团战 Para Boy都是最终的终结者 只不过4VM这一个致命的探导 有机会 4VM被打倒一个散兵 再打一个 美丽 关键时刻给到了散兵一线 转机 这个时候眼前的分数也都能补掉 SMG侧面出枪 一下子改变了这一圈边的局势 也让一度成为满边优势的4VM 的情况下 会选择轻下 12攻这边Para Boy拿下地 没问题 好